昨天晚上呢看了一眼这天气预报 说今天早上这个日出呢 有50%的几率会出现非常漂亮的火烧云效果 于是我看到了这样的景色 您说可气不可气 但您别说这大雾天啊 拍摔的效果呀还挺鲜的 我呢早上起来出来的时候雾特别的大 开车特别的小心 然后呢一直走到了纽约曼哈顿岛的最上面 然后穿过来从Jersey一直捋着河岸 一直走到下边的一个公园 哎这一路这个风景呢还挺漂亮 现在其实已经早上8点多了 但是由于这个雾特别的大 然后又有点阴天 所以整个看上去呢不是特别的亮 哎这样的天气呢还挺好 给了我更多的拍摄的机会 平时可能拍完日出这个大顶光 然后就回家了 今天这个早上呢就可以多拍一些了 感觉整个的风景啊如仙境一般 只能看见这两个前面的楼 它上边呢这个位置应该是世贸中心 现在啥也没有 然后但凡这个河上走过一个小船都觉得特别的失忆 泛起小舟了 然后远处的中程呢隐隐约约可以看到 现在我这台相机呢在拍摄的是中程的演示 今天呢就带了一台 你看看D850 可以看到现在这个间隔快门设置的是1.5秒 右上点这个电池旁边的数字 就是它现在的间隔时间 我想要把中程这种雾蒙蒙 有云从上飘过 下边又有雾气的这种感觉呢拍出来 雾的颜色呢会有那么一点亮 再加上水面有一点反光 我现在呢想要尝试使用CPL滤镜和GND滤镜 来平衡这个上下的曝光 一定要记得在装滤镜之前 先对好焦 因为对上焦之后 有的时候你要用这个ND滤镜 或者是用比较暗一点的 都看不清楚了 所以现在没上任何滤镜之前呢 把对焦先对上 这样咱们就不动这个对焦了 先上一个CPL的滤镜 上CPL之后呢 曝光就会稍微的降低了一点 然后呢稍微调整一下 对水面的效果比较的明显 建筑似乎有一点点 可以看到有一点点 然后把我这个GND滤镜的界变滤镜上 主要的目的就是压暗天空的曝光 好 现在出了 在使用广角镜头的时候呢 前景也就是这个栏杆 很可能会进入到画面里 特别是如果三脚架的高度 没有我这个这么高的话 这样呢就不太方便拍了 那如果想要改善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可以把它支在这种台子上 这样三脚架至少可以往前 挪出去一大截 所以就可能可以避开前面的这个栏杆了 总结一下 在霧天拍摄的小技巧 第一点 手动修正曝光 因为霧气会让整个的画面呢 比较的偏白色 相机会误以为我们在拍摄一个非常非常亮的东西 它就会把曝光自动的压暗 那如果按照相机的曝光呢 就会有那么一点欠曝 所以可以通过手动调节曝光 让曝光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过曝 但在实际上看起来呢 它是正确的曝光 第二个小技巧呢 不使用任何的滤镜也没什么问题 那如果您非要使用一个滤镜的话 G&D滤镜我认为在霧天的时候 会帮助比较的大 第三个小技巧呢 是长焦镜头要比其他的焦段更能出偏一点 因为霧天把一切都看上去白茫茫的 如果咱们不是在街头或者是距离建筑非常近的时候 那么像我在河岸边拍摄河对岸的建筑 那么如果省长焦的话 我就可以捕捉一些建筑的细节 这样会让城市建筑和雾气之间 有那么一点点仙气的感觉 所以在拍摄雾天的时候 我会觉得细节看上去会比大景色呢 要更好看一点 当然大景色如果可以找到一个更合适的角度的话 拍出来还是蛮震撼的 可以看到雾气飘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冬天的清晨啊实际上是非常冷的 非常容易在镜头表面产生水气 所以防潮珠在冬天的时候也是非常有用的 可以把它放在相机包里 这样当镜头外产生水气之后 再放回到包里的时候呢 就不会让镜头的这些边边角角缝隙里边 会残留水渍了 这样可以让它干得更快一点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追光笔记 我是艾迪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 走吧 再见